在此 我最后叫你一声舅舅了 今后 还请舅舅保重 啊 这 这 若是连太子都不待见自己了 那要如何在朝堂之上混下去了 太子殿下 蓝玉错了 蓝玉真的知道 错了 今后我保证 我绝对带楚义入侵女婿一般 不对 他就是亲女婿 殿下 太子殿下 蓝玉是绝对对您忠心耿耿的 够了 你知不知道你又在说什么了 什么叫对本宫忠心耿耿 这话是能说的吗 行了行了 本宫现在是真的不想和你说这些了 我最后信任你一次 楚义的事情 你要记住 她是你的女婿没错 但是她也是父皇看重的人 你的目光不要如此短浅 她未来的成就 可能是要载入史册的 你女儿嫁给她 绝对不会丢人 也不会丢你的脸 此人非常人可比 你平日一定要多与其好好相处 尤其是她说什么 你要学会多听 多学 不能做什么都不动脑子 你是我娘舅 不管是看在王妻的份上 还是看在岳父的份上 我都不想看着你 万劫不复你知道吗 走吧 别让他们等久了 多谢殿下给我机会 蓝玉今后一定多学多详 那我需不需要去给楚义道个歉 你是楚义的岳父 她是你的女婿没错 就算是有什么误会的地方 也不能当着别人的面给她道歉 你 你改天私下 找个机会和她把这话说开了 她自然不会一直揪着不放的 你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端正你的想法 如果你真心对她 她自然也会真心对你的 你要相信我 和她打好关系 对谁都有好处 描完了 还行吧 基本要交代的都交代过了 倒是你们聊什么呢 说得这么起劲啊 楚义啊 一会儿岳父送你去府邸 你那边估计也还什么都没有收拾好 一会儿就先去我家吃个便饭吧 啊 这还是那个嚣张跋扈的蓝玉 彪着刚才都和她说了什么了 今天不想去吗 不想去也没关系 到时候到了岳丈家里 咱俩好好喝一杯 今天你毕竟也是乔迁新居 反正来日方长 不达紧不是大哥好手段啊 蓝玉这种骄兵汉将 都能收拾得如此服服帖帖的 楚义啊 去走一趟也没什么不好的 毕竟也是一家人 既然太子殿下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叨扰了 好好好 那一会儿我先送你回府一趟 至少先熟悉熟悉门路 然后咱也俩回家好好喝一杯 那我也就送你们到这儿了 你有时间的时候 多来宫里走东走东 永乐啊 以后有机会的话 朝着西边或者南边打一下 实在不行 你还是别自己挑风地了 我帮你选一块 你一路干过去好了 你去打南边的东南亚这一片 最好打到热带那边去 然后我想办法 让你大哥找人搞点儿像交术 呃 楚义 你这咋回事儿啊 身体不舒服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不习惯坐马车 这颠簸的我想吐 将来打下来东南亚之后 那边气候条件好 一年水到可以收三四次的 还能种橡胶树 到时候给马车上一层橡胶外胎 就不会这么晃了 东南亚 具体是什么地方啊 没听过这个地名啊 一年水到可以收获三四次 这世界上还有这种地方吗 对了 我骑士一早就想问了来的 楚义 你对海外的世界有多少了解啊 我骑士一直挺好奇 海外都有什么的 哎 不是 你不会真要土了吧 停车停车 赶紧停车啊 儿臣拜见父皇 母后 彪儿来了啊 那小子送出宫去了吗 一切还顺利部 人是送出去了 之后的事情 儿臣就都让老四和兰玉去安排了 嗯 安排妥当了就好 这两天 咱也终于找到了 纳染了天花的牛了 牛豆算是有眉目了 至于这朝城攻心待遇的问题 咱觉得还是不能加得太高了 你看 去掉六成如何 父皇 此事不可行 绝对不可行 父皇 咱们拟定这奖励制度 其出发点 本身就是为了 去鼓励那些能干实事啊 能真心为民而为的成功的 既然是奖赏 儿臣认为 就不应该太过小气 儿臣觉得 这个数额不能动 一成都不能削减 行行行 咱听你的 咱听你的还不行吗 你可以看看这个啊 这是老四今天送来的奏书 这小子有心啊 这奏书写得漂亮 写得很是漂亮啊 他对自己的野心 是一点儿都没有遮掩啊 好 好一个向外封王啊 藩王封地外迁 迁移至境外之地 大明朝作为后辈 背靠大明 不断尝试往外蚕食发展 还主动提出借贷的模式 向大明借出使兵员和物资 等到封地建设起来之后 一边扩张 一边还债 这背后或多或少 都有处意的影子才对 老四这小子 如今是彻底不装拉 野心暴露无疑 先向朝廷借兵 借粮 借人 然后自己去关外打一片地下来 之后发展起来了 借的东西再慢慢还 打下来的土地 和朝廷按照七三分成 分给朝廷三成 这小子打地好算盘啊 好想法 也是好手段啊 可以说只要把这小子放出去了 他就是稳赚不赔的 真就是白手起家啊 四弟的想法 已经说得很直白了 他这应该也是受了 处意的指点啊 毕竟老四今后的事迹 咱们都知道 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 父皇想必也会在安排上 做出一些改动 他这么做 无疑也是在表明自己的立场 其实儿臣倒是觉得 这个法子挺不错的 向外分封 无疑就是在为大明开种阔土 弟弟们若是都分封出去了 将来便是直接将所有的危险 都拦在了大明之外 此举对于整个大明朝而言 终究是力大于弊的 此举其实还是可行的 这么说来 你也是同意老四的这一提议了 父皇 儿臣觉得此法可行 而且老四无疑也是在为众多兄弟们 开了一个好头 既然你这个未来的储君 对于这件事都没有太大的意见 那咱就听你的 把藩王们全都丢到关外去 当然了 都得先留下后 尤其是老十二 他没留下后人之前 咱哪儿都不让他去 自从上次知道朱允文 逼得湘王朱白去加四坟 湘王一脉绝后而终之后 父皇就对于留后这件事 格外的上心了起来 这都已经不止一次提起此事了 既然这事儿已经定下了 那就先给老四选一个地方吧 彪儿啊 你觉得让老四去什么地方受风 比较合适啊 让他去面对北原残不如何 或者去西方边水 父皇 儿臣觉得 这件事或许并不应该询问儿臣的意见 而是应该问问老四 儿臣的意见是 让老四自己选一个地方 如果他能在关外混得风生水起 给其他兄弟们带来一种羡慕的感觉了 到时候再把其他兄弟安排出去 那如此一来 就不是父皇抛弃和驱赶他们了 而是父皇认可他们的能力 让他们去闯出一番自己的事业了 虽然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但是这样一来 兄弟们必然心里也不会对父皇有任何的怨言 甚至 反而会因为被父皇安排去赛外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不错不错 重八 我就说了吧 咱们家彪儿很可能比你想的还要优秀